大家好,我是明仙 冬天天气越来越冷了 我会隔三差五的包着锅排骨 淮山金箍汤给家人喝 暖胃又营养 首先准备20块钱一斤的排骨 冷水放入排骨焯一下水 放入几片姜片 倒入一勺黄酒去腥 再用铲子把它翻拌一下 使它瘦了均匀 再大火把它煮开 再准备适量的茶树菇 山豆花菇 鸡松龙桂盐红枣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食材 再把它浸泡10分钟 排骨焯好水捞起沥干水 再放入温水里 把它清洗干净 洗去它的血沫和粘东西 洗干净沥干水分 放入砂锅里 再把浸泡好的金箍清洗一下 洗干净挤干水分 放入砂锅里 然后放入两片姜片 再倒入一大碗温水没过食材 喜欢喝汤的可以都倒点 再用筷子把它翻拌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水开中小火煮40分钟 空闲时间准备一个淮山 削去皮再把它切成滚刀块 所会公明的铜鞋 可以手带一次性手套再切 40分钟后打开盖子 再倒入切好的淮山 用勺子把它翻拌均匀 使每一个淮山都浸到汤里面 盖上盖子水开继续煮10分钟 10分钟后再打开盖子 再倒入一小勺枸杞 汤会更营养 关半斤以后小火再煮5分钟 出锅后加一小勺盐 少许鸡精调味 不喜欢鸡精的可以不放 这样我的排骨淮山金箍汤就做好了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暖心又暖胃 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喝 爱喝汤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